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张飞 三国时代张飞 这个人讲话很夸口 他跟孔明讲 我这个人本将军死都不怕 这个事件什么都难不倒我 还有什么好怕的 孔明就用小指头 摘一滴水在桌子上写一个字 你怕不怕 怕死了 什么字写一个病 病你怕不怕 病的时候瘫在那里 病奄奄的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大家都怕 你现在健康赶快修 病的时候很多无能为力 很多人想求个善终 不要病脱魔 我介意你要大放生 宠物啊狗被绑起来的 鸟被关起来的 螃蟹手脚被绑起来的 赶快去给人家剪开 赶快把他走 我说真的话 你买宠物把它关起来 养起来 拘禁起来 你以后啊 一切在这有功德 对不对 没有问题 你年老了 或者这个舍暴时间将至 你那福一直掉下来的时候 业力涌现的时候 你一下就没办法 受很多的病脱魔 现在可以赶快做 赶快还 应经 放生 做种种的忏悔 回向 解冤 所以你有没有佩服 我们现在的人业都相当重 我们以前还听说过 这个无疾而终的 对不对 就是全身这样子 就是没有什么痛苦 有一个善终 还欲知失智往生 现在这样的人就比较少 是不是 为什么你的末法业 会越来越重 凶灾痕结很多 业报 所报很剧烈的 这个也很多 趁你现在还好的时候 赶快修 有一个作者 外国作者 他叫什么 杜斯托耶夫斯基 大家听过吗 我常常听到这个人 他讲一句话 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要谈得很相应 他说 我只害怕一件事 我怕自己不值得自己所受的苦 人生在世 他说他只怕一件事 他怕自己 他受这么多的苦 他觉得不值得 我生命的意义价值 没有这么崇高伟大 我受这么多的苦 做什么 有一个心理学家 叫法安克他讲 活着就是要受苦 受苦就是要找到受苦的意义 我们现在长到这么大 也受了很多的病苦 人生的所谓的生 在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疤苦 人生疤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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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你受这么多苦 你到底它的价值意义在哪里 你有没有受这些苦 比如说你的亲人 重病 舍抱 乃至于他只是生病 祝愿你的担心 害怕 新人 比如说我们最近同修摔了一跤 掉到这个洞里面 不知道会死 会褂 不知道会蜿蜂 大家就很带心 求佛 因为这到时候心里很苦 对不对 像你受这么的一些苦 在人世间这样 到底值不值得 它的意义价值在哪里 就是说你有没有因苦生觉悟 因苦生觉心 我就觉悟了 所以人世间这是苦不断 我们一定要求处理 这个人世间就是一定要发大处理心 现在不能再照苦还有苦的因 对不对 应该要想办法照乐与乐因 所以你现在在因地修学 菩萨行五十元圣经 他都在讲 那怎么样在菩萨的时候赶快修 最后能成就无上的果位 那就是他五十种重要的修行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两年都在到场 都在宣讲关于这因果的经典 五道轮转 最佛报应经 等等 因为大家都不了解 很多人他都还继续造作恶业 很可惜 所以同学兄弟现在 还都一切有可为的时候 要调整世俗 这种凡俗所事的比重 尽量可以过去 就交代得过了 都做好了 就不要再深化它 家庭生活的五欲 不要深化它 磨出很多的时间空间 让自己对这个道业 好好的深入 可是将来你就要后悔 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它并不能减少你生病时的一份痛苦 比如说你现在找什么工作 存什么钱 追求什么样的理想 目标 这些俗物 它对利己利人 对解脱道 没有注意的这些事情 在你的病苦来的时候 劳苦来的时候 甚至死苦来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帮助你减少一份的痛苦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过就好 比如说你赚钱 贪到有够用 不要说贪了 我现在又要死基 你看我这样流流的贪那么多 我又出了一个贪到那么多 你累积一点财富 赶快去解缘世节 赶快让自己去修解脱道 不要在那边浪费自己的人生的宝贵光阴和福报 这样的话将来就一定要后悔 尤其是躺在病床上 一切都无能为力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你一定会觉得说 当初听人家的劝告 为什么不放在心上 我会觉得说